齐鸣 哎 你觉得我们那有点女生呀 对了 先介绍一个新朋友 燕妮 你好 你好 我是齐鸣 放心吧 再以后有人敢欺负你啊 就告诉我们 哥哥 你人真好 走吧 老板 要一份草莓蛋糕不要草莓 草莓蛋糕不要草莓 是齐鸣 他从小就对草莓过敏 所以我每次都会点一份不要草莓的草莓蛋糕 谁让你到处乱说的 燕妮又不是外人 你们感情真好 你在听益阳千玺啊 嗯 他是齐鸣的爱豆 给你听齐鸣最喜欢的一首歌 哥子 你是不是喜欢齐鸣啊 嗯 我们俩五岁就认识了 除了他 我就没有考虑过别人 他喜欢益阳千玺 所以我可以熬夜帮的买门票 他喜欢看推理小说 我就去买 他喜欢打完篮球之后喝一瓶苏打水 所以啊 我的包里永远都会背这一瓶苏打水 这样啊 齐鸣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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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子 你是不是喜欢秦林啊 喜欢就去表白呀 不然啊 他早晚会被别人抢走的 你要小心哦 不然我就会去抢 嗨呀 逗你的啦 哥子 一直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我跟耶妮在一起了 哥子 这还得谢谢你 你明知道我喜欢他 你是故意的 你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秦林 他故意接近我 从我这里探听你的喜好 你别被他骗了 哥子 你这样 我好害怕呀 你还装 哥子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希望你能祝福我 没有草莓的草莓蛋糕 快尝一口 嗯 快快 尝一口好不好吃 好 快快快吃啊 别吃了 干什么啊 里面有草莓你看 怎么会 我明明看到他 哥子 我知道你喜欢秦林 但你也不能这样流浪我呀 你设计我 你够的 自从我跟耶妮在一起了 你就变得一个人 你要是在这个样子 兄弟懂得不错 兄弟 我稀罕当你的兄弟吗 谢谢 谢谢 别介意啊 哥子他以前不是这样 没关系 只要你相信我 一切都值得 燕妮学姐 我喜欢你 真的吗 谢谢你 我果然没猜错 他根本不是真心小气 他到底想干什么 奇怪 学校发明册上 为什么没有燕妮的名字 这新音乐 燕妮到底是谁 萱萱 我求求你们了 放了我吧 换了你 我跟你下跪 我磕头 我怎么都可以 怎么停了 继续 那是笑董的女儿 不好吗 不想读学的话就赶紧滚 算你走 谢谢你 谢什么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喂启明 我跟你说 燕妮大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喂 喂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 萱萱 事到如今 我也没什么好友们的吧 没错 就是萱萱 接近你 就是为了从你身边抢走齐名 然后亲手毁了 为什么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好朋友 你干嘛 你别跑 给 谢了 萱萱 你成绩这么好 为什么和鸽子交朋友啊 况且人家为一般当朋友吧 像她这样的丑八怪 当初救她只是闲得无聊 觉得好玩罢了 哎呀 你说这是什么客气的 现在的我 最不缺的就是朋友 你不爱吗 你不爱吗 其实我早就发现你不对劲 你说你也喜欢东野歌舞 可是你的书却特别写 一点难过的红极都没有 我的每一个喜欢你才能完美的对手 可是有一点你算错了 义杨谦 其实是鸽子喜欢 之所以一直陪你演戏 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想干嘛 那又怎么样 你来了又怎么样 我们这么多人 你打得过吗 谁说要跟你打架了 听到了吗 义杨谦 男哥 那位那个 就是一直缠着萧一谷的女人 嘖 不好意思啊 说话 闺女 到了新学校 可别再给人打架了 知道了 爸 没关系啊 你还真能整啊 我警告你 离萧一谷远一点 那是我妹妹的人 你爸不是叫你别惹事吗 他只是叫我别在学校惹事 聊聊呗 你知道老子是谁 到我了 第一 我和什么萧一伯 还认识 第二 好好学习吧 这会儿 这鸽子 怎么跟你妹妹说的不一样呢 有意思 唠唠呗 找茬是吧 哎 还打什么打呀 打啥 上次你打我吧 我越想越在这儿 我就在想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人 跟我在一起了 以后咱俩是想喝老 凌哥 凌哥 就一会儿 就一会儿 快点收起来 不然又给你做了 好好好再等下 南哥快走吧 我不想被你过 那你时常挨我的坐 就算是月亮 穿进地 打扫好 这世界都没 媳妇 一会儿 后天我过生日 闪个脸呗 不去 我有话想跟你说 很重要很重要的话 好 那一言不定 喂 你出门了吗 我马上到 那一会儿见 我马上到 都不认为 我马上到 我马上到 一个人的空间 一个人的想念 两个人的画面 你听说了吗 我们班来了个 成绩超好的转校生 男的女的 是个大帅哥 你好 我叫陈南